團結合作以人為先 我想我們都同意 但重點是 團結不是只有你的團結是團結 在野黨的團結也是團結 那我想請教 上禮拜 禮拜五晚上說賴靜德總統 宴起民進黨籍的立委 過去陳水扁總統 也跟在野黨領袖拜會過 馬英九總統 蔡英文總統 也跟在野黨領袖做談過 那我想請教 九個月過去了 一個40%的少數民選總統 到目前為止 沒有打算要跟在野黨 有任何的溝通 總統尊重五院體制的憲法結構 如果院跟院之間的溝通不良 或是有任何的重大事件發生 那我是否總統 是可以依照憲法啟動院計協商 那這個不輕易的啟動 不輕易啟動 那什麼時候 什麼情況下是啟動 總統是有判斷 那您知不知道 為什麼總統不願意 跟在野黨有任何的 總統沒有說不願意啊 他自有判斷 在什麼時機 用什麼方式 所以您覺得 您也不願意跟總統建議 不用我建議 總統一定聽到大院委員的建議 他都非常重視 地學生 我們一會兒來